到哪里呢? 到这个Concept Photon Photon Photon我们叫光子 什么叫光子呢? 这边有它的Definity Photon就是 Jumla discrete Quantum就是量子 很小的一个量子 Bagisinaran Electromagnetic Photon is the smallest discrete amount Quantum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Quantum是量子 因为我们正常听到的 这个波 它们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现在 它们就说 没有没有 这个光它也是波 但是它也会是粒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就好像一粒一粒 这样子 这个一粒一粒就是我们的光子 它是Discrete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讲一点五粒光子 只能一粒一粒一粒的讲 然后 所有的光的最基础的 Basic Unic Added Unic Access 所有的光的基础的一个东西都会有的 就是这个光 不一定是可见光啦 比如说我们的 Golombang Radio Golombang Micro Microwave Radio Wave Infrared Inframera Sinaran Ultra Unger Xray Sinaran Gamma Gamma Ray 这些全部都是由光子带的 那么这个光子 Photons are always in motion 永远在动 你没有看过光是不动的 Sinaran 永远一直在动的状态 而且它动的速度 Bagrakan Glagran 得大 At a constant speed In a vacuum 就是它在真空里面 它的速度是固定的 不会受任何东西影响 当然你换Medium 你换了中介 从Vacuum 换成水 对吧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改变速度啦 它会变慢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换中介的话呢 这个速度是不会变的 这个跟那个讲什么光速永远不变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应该有听过光速不变的这个字嘛 但是这个光速不变跟这里的光速不变是 不一样的概念啊 因为真正比较悬的光速不变哦 是 呃 就是不同 不同人量出来的速度都一样 就是 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A的这辆车跟B的这辆车对吧 A叻就往前走20m per second OK 这是你来的 OK 这个是你的朋友哦 他往前走100m per second OK 那么你在车上 你会看到B走多快 你会看到那个B走前面80m per second 对吧 因为他走前 因为你的朋友B 他走前面100m 而你走20 所以换句话来讲 你如果不动 就抵消掉的话啦 你不动 你的朋友就是动80m per second 就站在你的角度来看 你会看到这个你的朋友走80m per second 向前 这个速度有在改 但是如果 你是光速 你朋友也是光速 这样子 你会看到你的朋友什么呢 你的朋友 你会看到你的朋友也是光速 本来应该是怎样 应该是零的 但是他是光速 这个就是光速不变 这个才是叫光速不变 这个才弦一点点 那么这个光子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 ZERO MAST G-SIM CIFAR 没有重量 所以正因为他没有重量 所以 他 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重量的话 不会受地心引力影响 因为我们的地心引力 的formular是什么呢 GMM 除R2 如果你的M等于0 那么是不是代表我的diagravity 在这个photon上面就是0 那么光子是不是不会受到地心引力吸引 但是事实上是会被吸引的 OK 所以这个牛顿的这个 这个gravity的这个formular 的那个东西啊 不适合套用在光子 出问题了啦 其实那个equation 但是实际上已经改了啦 用爱因斯坦的其他东西来去解释了 然后这个光子它是没有charge的啦 然后它有能量啦 carry energy 毕竟它是波 对吗 它有能量的 而且它有momentum 那么为什么它会有momentum呢 明明它的mass等于0 对吗 mass等于0 但是它偏偏有这一个 有这一个动 这个momentum 冲击力 是因为我们前面是不是 有讲过这一个 呃 De Broglie wavelength De Broglie wavelength 会等于H2 momentum H2 momentum H2 momentum 对吧 打不空空一下啊 是不是前面有讲过 呃 呢 H2 momentum 等于lanta 这个是De Broglie wavelength OK 所以你看啊 我们的光是不是有波 是不是 H是固定的吗 你把H帮过来 你就momentum了咯 所以光是有momentum的 can be destroyed or create 多么不一样 多么不一样 这边 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也可以被毁掉的 这个所谓的创造出来 就有一点概念像什么呢 概念像 当你的这个electron 对吧 在外面 它跳下来一个 一个orbit的时候 它会释放光出来 这是create 你也可以破坏 好像黑洞吸光嘛 吸了过后怎样 破坏掉了咯 它也可以被破坏掉的 但是能量不会啦 能量不会 但是光 但是光只会 会不见掉 转换成另一个能量了咯 能量从一个 变另外一个能量咯 只是光子本身 它可以被破坏 也可以被创造出来 travel in speed of light in the vacuum 光速移动 没有问题 光速移动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可以跟物质 跟物质 产生反应 interact with metal per interacy 跟其力 也正常啦 因为photon 它不是讲 遇到物质 它就穿过嘛 它会反弹 它会被吸收 这些东西 都是跟这些物质 有interact interacy 然后这一个 它也可以 per interacy 跟electron 就是这个photon 它一粒 就是 它也可以跟electron 一起react 而不是这样react 就是interact 互动 我们可以这么讲 互动 photon 可以 可以剃这个electron 好像两颗球 这样的概念 然后photon 它很stable 稳定 这些都是光子的一些 基本特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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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photon呢 它比较像 Zara叻 像particle叻 所以我们看这里 Photon Bertinda 所谓Zara Photons act as a particle that can interact with metal 可以跟物质 互动 比如说 in some cases the energy of the photon is absorbed 即便 by the metal sorry creme dalam 哦 就是被一些物质吸收了 比如说你的 任何东西啦 ok 你拿给光照一照 那么那个东西是不是在吸收那个光子 对吧 absorbed by metal 但是如过吸收这个光子 它有多余的能量怎么办 Extra Energy 那么这个多余的能量 就会变成日能 好的 一个例子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穿黑色的衣服 为什么黑色 黑色 我们不能讲它细日 黑色它会细所有的光 你要听清楚 黑色会细所有的光 而这个光 细了那个光好过后 那个能量去了哪里 变成了日能 所以黑色 有一点像细日的概念 其实它是细所有的光 转换成日 这是它的concept 我们的眼睛也可以跟 photon interact interaction 跟photon mutter 当这个photon 进到眼睛的时候 然后当它进到眼睛里面的那个cognia 那个retina的时候啊 就是眼睛对吗 光进来 它就是会在后面 光进来 结束在后面 这边有一个receptor的 光的那个receptor 然后它就会 这个receptor就会负责把那个 传进来的光 然后那个光能 转换成电能 通过神经系统 对吧 先去大脑 所以它会转换成电能 然后它会转换成电能 然后传给头脑 然后头脑就会变成一个image 给你所谓的看到 OK 那么我们现在 OK 第六句就不用看它 因为第六句就是讲第七句的东西来的 我们可以看第七句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因为考试想问什么 definity photoelectric effect 一个三 photoelectric OK photo means光 electric就是电 如果你去找 找华语的话 是吧 photoelectric 光电效应 就是吧 这样直接吗 就叫光电效应 好像很直接哦 光电效应 光电 光电效应 photoelectric effect 是由爱因斯坦发现的 也是他拿诺贝尔讲的理由 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topic photoelectric effect 那么这个photoelectric effect 讲什么呢 很明显的 你看那个花语字 光跟电 光子电子 就这样的概念吧 所以你听一听啊 一夜啦 采法 只要还有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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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electric effect在后面,后面才解释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看吧 因为photoelectric effect其实在爱因斯坦讲之前 其实他们是不是在那边吵架 这边吵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然后这个photoelectric effect 光电效应是需要把光当作粒子来看 才可以解释得到的 但是爱因斯坦讲,两个都可以 它又是波,它又是粒子 这爱因斯坦讲,它有wave particle duality 这里 这个是它的definity 我们不拥有一个dua-dua-sifat Glombang Zara possessed both wave and particle property 就是所谓的wave particle duality 它会有那个Glombang的这个effect 就是它会有什么? 它会折射,它会反射,它会什么? 特别是interference 它会干射 所以这个interference也是wave的一个特征来的嘛 但是它又是particle哦 因为在photoelectric effect里面 就是要把光当作particle来看 才解释得通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wave particle duality 那么这边提起了咯 E等于hf 这个是不是之前讲过啊? E等于hf 很熟悉 对啊,E等于hf之前讲过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 因为E等于hf是什么呢? 就是一粒photon,一个光子的能量来的 The energy of a photon,看到吗? 一个光子 的那个photon被感动把它的frequency醒来 是根据我们的frequency的 E等于hf 所以你的f越高的话 我们的E就会越高 所以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the more the energy photon you have So它的formula很简单的 我们whether它是用E等于hf 又或者是把f换成c over lambda 所以你会有两种formula 看你是有frequency 还是你有半江格lombang 就是Wave length 看你有什么formula 这个是我们的E的领域 E的领域 E的领域 Airdraft 一个photon的能量 那么这个 我们看看啊 我们看我们我们做一下它的 quick check 因为要算 算一点点了 OK 我们找一些感觉上有着算的东西咯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题 它讲 Uppergar But uppergar 半江 它讲它的Wave length 是多少 of photon that has momentum 这个是p来的 p等于5x10 12.29 OK 那么你应该猜得到 有lambda 有p的formula是什么咧 就是我们的 De Broglie wavelength 所以我们要用De Broglie wavelength的方法 lambda等于h over p 所以你要 你要找lambda的话 我就把h放上面 给h呢 是6.63x10p-34 而p呢 就是momentum 在这里呢 是5x10p-29 那就可以了啦 就按calculator啦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按啦 但是我这个特别强调一点点给你一个特别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好像很小分 这种交易的链到这里 就这么快了 那么快了 Nonei的那个Calculator Calculator Calculator 6.63乘10的8分减34 1.326乘10的8分减34 1.326乘10的8分减35 那么它单位是什么呢 因为everything follows SI 所以我们放Joke 诶,这个是Mip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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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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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是Wavelength 这是Wavelength来的 所以是meter 那么如果我要找它的能量呢 要找E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E 等于H 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是有Lambda了 Lambda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H 6.63乘10 POWER-34 再乘Lambda 1.326 乘10 乘10 乘10-5 再乘6.63 POWER-34 答案是这个 它是超级小的很正常 因为一个光子哦 它里面储存的能量的确是很小的 因为光子就很小 只是我要特别强调那个单位的转换了 8.79 8.79138 乘10-39 因为everything follows SI unit 那么这个它也是SI unit 那么这个 这个Energy 目前为止我们比较习惯用的Energy是Jow 但是偶尔 它会要你换成ElectroVolt 就是这样 我不懂你之前没有讲过 它偶尔哦 它会要我们换成ElectroVolt 就是这样 Jow 换成ElectroVolt 怎么念呢 ElectroVolt 它很简单的 Jow换ElectroVolt 我们就要除 我们要除Charge 就是 1.6x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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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除1.6x10-39 如果我是Jow变ElectroVolt 反过来ElectroVolt 换Jow我们就要乘1.6x10-39 你可以记录起来 因为这个考试有时候很喜欢给你EV的 很喜欢给你ElectroVolt 然后要你自己想办法把它换成Jow之类的 所以现在如果啦我要把这个Jow 换成ElectroVolt 我要做什么 我要除 Jow换ElectroVolt 我要除1.6x10-39 所以拿这个答案 除1.6x10-39 关起来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它号码变大一点点了 本来是-20的 本来是-39的 现在变成-20的 它大一点点了 这个不重要啦 因为它叫我们换Jow 所以我们不要管它 OK 然后我们继续啦 那么Dim Brogly 部分我们大概用了 我们再看一些比较special一点点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你看啊 你看啊 我要找P 所以我要用Dim Brogly wavelength 又是这个formular 这个自己搬 比较麻烦的是这个nano啦 所以我做一次给你看 OK 你可以背起来 OK 我可以寫 我可以找给你 Prefixed Prefixed OK 这些全部 你whether你screenshot 又好什么都好 你过后你上网找也可以 这些 全部其实是数学form3 就有讲过了的 没有印象没有关系 你可以写起来 OK Tera Giga Mega Kilo Desi Centimili Micro Nano Bitco 这个他们的symbol来的 你看我每次一看的symbol mm micrometer nanometer bicometer centimeter 其实还有femtometer 这些全部 都是symbol来的 OK 每一个symbol都会有相对应的standard form OK Nano是x10-9 Mili是x10-3 是不是1kilo等于1000g that's why还1000 这个standard form很重要啊 因为 因为如果 因为如果你从一个 你要把这个symbol收掉的话 我就要乘standard form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1kilo等于1000g 2kilo 我现在我要把k拿掉 剩下g OK 二召槽 我要把它换成 我要把k拿掉的话 我就乘k的standard form 你看k啊 是x10-12-3 所以我就要x10-12-3 把k直接换成号码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算到它是2000g 所以看到吗 如果你要把standard form拿掉 你要把standard form 这个symbol拿掉 我就要放standard form进去 成standard form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看啊 800nm 我先写800先 把meter写在后面先 要把nano收掉 我就要把它换成一个号码 乘10-9 因为nano 是乘10-9 它就会变成meter了 相反的 我要把这个n做出来的话 我就要除 我们的standard form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2000g 我们要换成kg 谁都会 对吧 谁都会把它除1000啊 但是 原理是怎样的 是这样 你先照抄2000先 ok 我要做kg出来嘛 是不是 把g换kg 我要做k出来 所以我就要除standard form k是10-3 所以答案是2kg 这是我们怎么样createstandard form create symbol 跟首条symbol啊 这是formtree mathematics 教会了 就clear一下 clear 概念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 我们套用在这里 我做一次给你看 我们要找momentum嘛 对不对 所以momentum等于h除lambda h是6.63乘10-buf- 这个我没有背啊 6.63乘10-buf-34 除什么呢 除lambda lambda是589 nanometer 我们要把它换成siunit 我只是要把n收掉 如果把n收掉的话 我就要用乘法 如果我要把prefix多出来的话 我就要用除法 现在把n收掉 所以我要 我要去找了n是什么 n 它是x10-buf-9 就写在这里 对吧 这个就是相对应我们的n 然后就按copulator了 用copulator按的吗 那个n 蛤 可以 你看你记不住 可是要写这个东西的 要写 你写在那个步骤里面的时候 要写 因为你要show 你会换单位 所以你要按copulator可以 你要按1 然后按n n的话 应该是shift9 还是shift8 之类的啦 我已经忘记了哪一个 还是shift12 这两个罢了 这几个 你看12 你看他们123是上面有symbol的 这个没有啦 这个 你看你们的calculator 1上面 这边有个k啊 m啊 这些 shift3 按shift3 按1 shift3 按1 shift3 然后按等于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乘10 2 减9的 你就把它补进来咯 写在这里就好了 就不用pay啦 这两个calculator的用途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啊 ok 然后我们来看啊 ok B 一个方法的 energy what is the energy ok 来看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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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one berapakah tenaga suatu elektron yang mempunyani panjang kelompang di Broglie yang sama dengan photon cahaya kuning itu what is the energy of of an electron with the Broglie wavelength is that of a photon of yellow light with a wavelength of 5 590 590 590 所以有 lambda 我要讲去找 E 就这样吧 那么我们懂吗 E等于 hf 我们把f 换成c over lambda 诶 完了咯 因为h 我们有了 它是固定的号码 c也是固定的号码 h是6.63 x10 about 39 c 是 3x10 about 8 lambda lambda 是590 m把它换成 成10 about 9 这样子它下面就变成 SI unit meter 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交回 calculator 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ok 你们应该会按calculator的 ok 这个他用formular罢了 谁都会 到后面了才复杂 ok 我们来看后面的 7.2 ok photoelectric effect 这个东西要配 什么叫photoelectric effect 它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一个光 照到那个 那个 一个铁的表面的话 这样子的话 呃 铁的表面 就会shut electron出来 概念 你可以看它下面有个概念图 你看它右上角这里 有个概念图 electron进来 呃 photon进来 铁现在它是波啦 因为它用波来讲嘛 波 但是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粒一粒 photon 好像踢球这样子的 这个球是不是 跑过来 把electron踢出去 跑过来 然后electron 哦 就被撞到了咯 如果electron被撞掉了 如果那个 那个 Energy 足够的话 它就会出来了 看到吗 是不是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呃 一定要把这个 光当做 当做这个光子 我们才解释得通 但是 是 呃 波我们解释不到的 也那么 如果 因为 因为光 而 被跳出来的electron 我们叫做photoelectron 你看了 现在electron有多几个名字的 我们本来 在学electron 然后中间还学了什么 现在又学了一个photoelectron 它们都是electron来的 只是 有一点不同 对吗 这个是因为光 因为photoelectric effect 产生出来的 的光 叫做photoelectron 呃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 呃 sina beta beta ray beta也是electron 嘛 我们还有 cathode ray sina cathode 它也是electron 只是 产生的过程不一样 ok so这一个 呃 这个是什么 这是formular 哎哟这个好像也是蛮重要啊 这个实验 这实验考试不会出来当然 但是这个formular 让我看看 那会derive哦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看呃 有机会遇到的话 我们我们先讲一些比较 后面一点点 因为后面才有formular 后面 这里 要讲到这里 来我们看这个photoelectric effects的一些特征啊 chirich ribbagi cosign photoelectric 首先 如果 你把那个波当做 把那个光当做波的话 你是不能够被解释的 就是你解释不通为什么光 Ellen 那一个铁的时候 那个electron会跑出来 解释不通 如果用波的话 等一下会特别的讲法 Photo Electric Effect本来就是发现了的 只是解释不通罢了 Einstein是负责去解释 它罢了 Einstein多嘴巴讲一句 其实光子它又是波 又是粒子又是波 然后就拿了诺贝尔奖 就这样简单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解释不通 这边还有写 Photo Electric Effect has 4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lassical classical theory 就是classical wave theory 有四个特征 也就是这一个光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只要你射光进来 然后你就会把electron踢出来 这个就叫做cx photoelectric 但是那个光的那个频率对吗 光的频率的那个effect解释不同 所以我们来看这边它怎么解释 the energy carried by each photon 一个光子所带的能量呢 是E等于hf 我们已经懂了 Now when a photon of sufficient energy is incident on the matter's surface the electrons on the metal absorb the energy and emit out of the surface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的 那么bila photon 跟能力的能力的能力 就能够认识到 在屏幕的能力 在屏幕的能力 对不起 Electron在屏幕的能力 能够认识到 能力的能力 在屏幕的能力 就像这个photon 如果它有足够的能量的话 它有足够的能量 它就可以 这个 铁的表面的elektron 就会吸收这个能量 然后就会跳出来 就这样 OK Let's take one minute 等你们再join